这个国家实施女权至上 女人赚钱养家 男人洗衣做饭 将军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全国人民唯一的食物 是由管道定时供应的农州 嘻嘻啦啦 真是难为他们了 在这儿 男人没有人权 他们的服装都是大红色罩袍 外出只能露出一张脸 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 结姬是被妈妈教养贯搭的 她的日常就是练练五指工 练工对象是她的女神 也就是国家公主 作为村花 下至十岁女孩 上至四十岁大妈 都对她虎视眈眈 求心的人家 都快把家里门槛踏破了 然而结姬对公主痴心一片 满心满眼都只有她 这天将军找开大会 宣告要在皇宫举办舞会 为公主挑选驸马 此话一出 结姬就被这个巨大的惊喜 冲昏了头脑 全国男人也都费腾而出 隔天 结姬让他妈带他去领门票 然而梦想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舞会门票贵得一批 结姬他妈倾家荡产也买不起 不敢置信的结姬 回家就抱痛痛哭 这时他突然想起 父亲的遗产还在他叔那儿 于是立马呆呆地过去找人 结果叔叔忙着赚钱搞事业 根本没空搭理 有求愚人的结姬 只能坐在一旁干等 等到叔叔终于结束时 他问起遗产的事 结果等来这么一句 不给 欺诈的结姬跑去举报 警官就是他 警察来了之后 就直接把他说带走 因为他不仅偷偷搞事业 还做了反对女权等违法勾当 因为结姬举报有功 警察就奖励他请柬一掌 虽然坑了叔叔 但是能进宫参加舞会 四手五入就是能嫁给公主 这一波操作不亏 叔叔 您辛苦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 结姬兴奋得夜不能寐 整宿整宿地帮妈妈擦鞋 脱他的服 隔天他妈就死了 因为鞋子擦得太光亮 导致跌下楼梯摔死的 因为姨妈侵吞了结姬家的财产 就这样他从一个有妈疼的未婚男 变成了现在只能寄养在姨妈家的小可怜 就连那张来之不易的情节 和妈妈生前给他定做的照袍 也都被表弟抢走 望着公主的照片 杰姬伤心不已 但他也不想坐以待毙 准备开启南板灰姑娘的逆袭之路 夜黑风高 是跑路的绝佳好时机 可惜命运坎坷 路途绝不是一帆风顺 瓢泼雨夜 他被路过的三名巡警拦住 他们看上了面容娇好又娇弱的杰姬 拿着枪掀起他的裙子 正准备霸王硬上弓 对他僵僵僵僵使 月月出来的叔叔 砰砰砰开枪放到了寻警 亲人相见 战斗的手激动的心 杰姬一把抱住叔叔 虽然曾经坑过你 但你是我亲叔 我认了 叔叔将杰姬带到自己的秘密基地 他在那里种起了萝卜 萝卜这玩意儿私自种植是违法的 只有皇亲国戚才能吃 接着叔叔又开始了赚钱赴本 他准备把萝卜卖到皇宫 就让杰姬换上女军装 别说还挺好看是怎么回事 随后两人共骑一匹幼马上路 咋 这个年纪就要承受你不该承受的 真是鼓了你了呀 马身的两人 表情不要那么gay里gay气的好吗 发挥完小马的利用价值后 叔叔两人顺利抵达皇宫 叔叔把萝卜卖给老乡好 看着又要动起来的两人 杰姬表示 你们忙我先走 到处瞎溜达的他 无意闯进了海选驸马的现场 看着在玩萝卜蹲的男人们 他一脸蒙圈 而在这群白茫茫的人堆中 独特的杰姬尤其显眼 公主与他四目相对 火花死射 此时 姨父正在推销大儿子 这下杰姬不能忍了 他火急火燎冲进去 想瞧我的女人 都给我让开 站得好看的 有优先被选择权 公主将杰姬带到房间 正当两人准备畅谈人生时 公主他妈闯了进来 原来这场舞会 只是走个过场 驸马早已有了内定人选 这时 姨父看穿了杰姬的伪装 当众揭穿 公主他妈立即掏枪 对着就是一顿扫射 但百发百不正 打出个寂寞 逃跑中 杰姬误闯一间小黑屋 他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原来他们餐餐吃的粥 都是屎做的 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 自己天天吃屎的真相 杰姬果断按下开关 管道打开那刻 所有人都哭了 然后 他又跑到一个房间的床底下躲着 诶 巧了 正是公主的房间 真是缘分来了 怎么倒也倒不住 就这样 赶柴遇上烈火 两人同态而灭 美好的一天刚开始时 两人就被将军的手下吵醒 然后 杰姬就被判了死刑 但是 当他公布了吃翔的真相时 人们就已经把他当成了英雄 舆论为陛下 将军同意了让杰姬当公主的驸马 但他不解气 非要把他的舌头搁下来才能消气 后半身的幸福就要没了一劲 这 公主当然不能愿意 果断出手掐死亲妈 自己尚未当将军 果然是个狠人 从此 公主和杰姬过上了幸福快乐的人生 人们也自己种植蔬菜 开始了不吃屎的生活 但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 不 真正的高能反转才刚刚开始 在登基大典和结婚仪式上 公主说出了自己隐瞒二十多年的秘密 那就是 其实我是个男的 国体一出 底下的人们都震惊了 对于他们而言 这是比吃屎更难以接受的真相 女儿国的杰姬 是一部讽刺性十足的荒诞喜剧 不得不说 编剧的脑洞奇大 好了 这就是今天带来的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